好 我是化文好一圖卡提案人Timo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提案 我在台大醫院工作 那知道就是疫情的時候 有時候人力會不足 或者是需要cover同事的工作 比如說有人感染了 或者是他那個就是業務突然變得很多 所以大家會去輪門口值班 不管是醫生或者是所有在醫院的員工 都有機會輪到這個就是在門口的這個部分 那我在醫院的門口 然後這是我穿隔離衣的樣子 那講個小故事 就是AZ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院內也有一些醫生不敢打這個疫苗 就是很多人就是因為聽到AZ在海外有一些紛擾 所以疫苗剛來台灣的時候其實不管哪個牌子 大家都會停看聽一下這樣子 那我是院內很早很早前大概100個打疫苗的人 我那時候跟那個就是我的親朋好友說 我寫了一個就是如果提早離開要做準備的一張信這樣子 對那如果打了沒什麼事的話大家都可以去打這一秒 如果我打了有什麼事的話大家就不要打這一秒 那現在大家看到我人還好好的 對就是還活著這樣 那後來也參加了一些試驗 比如說打兩倍劑量 或者是打不同的品牌的混合的這種測試 那現在大家看到就是人都還好好的 那在醫院門口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總統來打疫苗那一天 他在裡面打疫苗 我人在門口 然後手上有300張那個外語的施打同意書 就是英文版本的 結果呢 我的那個隊伍前面排了300個人 不是講英文 不是講英文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母語並不是講英文 那可能講法文講西班牙文 然後有印尼啊越南的朋友 他們在世界上各地講的是不同的醫療語 就是使用不同的語言 那我的英文其實不是很好 就是不是很流暢 那我講的他們可能聽不懂 那他們講的英文也不是很流暢 或者是他們有一些口音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在表達什麼樣的意思 所以我想解決這個問題 把這件事情做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花一個人的時間 花五分鐘到十分鐘 跟他講解說 這個打了會不舒服 然後你要回去之後要注意什麼事情 然後整個同意書上面有哪些要留意的 這個一個人五分鐘 後面有三百個人 所以這個排隊會排非常的久 那我想要改善這件事情 其實整個醫療體系都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想要怎麼改善呢 所以我先去問看 是不是只有我遇到這個問題 還是其他人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對 只是之過我學綑綁行李 就是我去除了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體系 其他的醫療院所 還有各地的地方藥局 還有其他的那個衛生所啊 地方的就是醫院或者藥局 都去問問看這些朋友 他們有沒有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 我拜訪了非常多不同的團體跟單位 還有個人 不管是公民社群 或者是NGO 政府單位 然後或者是在第一線的醫療同仁 結論是 我們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用數位來改善這個狀況 怎麼做呢 一開始是我自己遇到這個問題 我需要醫療通醫 所以我在蒐集一些醫療相關的翻譯 跟它常見的一些樣態 去做成數位化 那再來 我發現不是只有我自己需要 我的同事也需要 因為不是只有我這一排三百人 我隔壁還有好幾排 一共開了16條不同的施打線 所以不是只有我有需要醫療翻譯 全台灣各地都有需要這樣子的通醫 那後來發現台大醫院的 七個分院就是雲林、金山、北戶、新竹 其實其他的分院也都有需要這樣子的醫療通醫 那也問了地方的藥局 然後還有其他的醫療院所還有第一線 結果他們都有需要 最後去問移工朋友或者是有請看護的爸爸媽媽們 那個長輩們 他們有沒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結果發現不管是在地的NGO 或者是前往新南向的朋友 他們都有這樣子的需求 對 那所以我想做什麼事 我想做一個數位化的醫療通醫圖卡 然後我希望台大醫院的公告 或者是其他的所有醫療體系的公告 不再只是一張圖片 而是它是一個Infographic 成為一個可以複製翻譯搜尋 然後可以變成多國語言的這樣子的數位化的圖卡 謝謝 謝謝Timo 謝謝 然後提醒一下 就是等一下坑主如果分享完之後可以在這個